李天命突破到了寿曼镜第七重 事实后为离火中报仇了 他孤身一人站在人群中 感应到来人他抬头冷笑 哟 疼你们半天了 现在才出现啊 而他对面的就是雷尊府的青年才俊们 柳千阳笑道 这一回没有亲公主抱你 我看你怎么死 李天命笑了 组队抢别人东西还说他这么冠冕堂皇 你们雷尊府果然无耻 废话少说 七个一起上吧 柳千阳怒道 狂妄贼子 我们正愁车轮战顺序难以同意 你自己作死可怨不得我们 李天命只是淡然道 柳千阳 别忘了我们一个月之前的约定 你要是输了 就你交出炎皇令 嘎嘎嘎 大丈夫一言几句死马难追 但你要是败给我 就别怨我伤及无辜了 很好 希望你说到做到 李天命一下月之高空 不好 想跑快追 李天命则另有打算 他去人多的地方 让所有民众起言看看 他李天命今日有多强大 眼看脚下人群越来越多 那么是时候了 猛然转身 第一个目标就是你 找李宣 高频战爵 幻影步一开 通知身前一拳将其打翻 雷曾斧的人都惊呆了 突然一拳干掉一个雷曾斧天才 而这时柳千阳起了闪电报出来 你们都给我滚开 本少爷一人就能搞定 其他同伙也都不是一条心 江亦临照护其他人拖住柳千阳 别让他拖了神渊 眼看三个雷曾斧 骑着作息缠在一处 李天命暗笑 果然千方人就会窝里斗 此时一个驾着暴风烟的少年来到神前 李天命乖乖把神渊交出来 突破了一次血脉枷锁的鸡哥正兴奋了 你这小燕子长得挺好看 是公是母鸭 年轻人挥剑重来 猥琐之鸟 受死 剑是凶猛 如同狂风暴雨 只可惜他剑招虽漂亮 但仅仅只有售卖剧第七虫 和李天命相当 而李天命越两极挑战都不是问题 顺着身前一拳砸下 而鸡哥也是轻松赶掉暴风烟 靠 又是功德 晦气 李天命淡然吵火 所谓雷曾斧的天才 就这种诡评啊 此时在场合雷尊斧财军中 大多数寿卖于八仇 其中一个寿卖精 七仇的少女 感到暗暗不料 这李天命绝不简单 于是直接选择退出先溜了 李天命苦修三年 终于回李火城报仇了 在他的墙里碾压下 雷尊斧的财军们纷纷倒下 姜伊林健壮也看出来 李天命实在不好对付 超乎剩下的三人一起上 而李天命就是冷冷一笑 太慢了 踏不上前 一击龙巷重拳干掉一个 姬哥也不甘示弱 如闪电般在战场乱窜 将敌人的半身兽悉数解决 严峰脸都绿了 要早知道李天命能从一个废人逆袭 他死都不会和他断绝父子关系 此时李天命冲到姜伊林身前 这小妮子反应还算快 直接举手投降 别打我 我退出 哼算你是下 好了 那么敌人就只剩你一个了 柳千阳 而柳千阳也丝毫不虚 反倒是阴侧侧抬起头 面对以一人之力 干掉八大才俊的李天命 他站一杠 来吧李天命 三年前你被我大哥打成废人 今天也不会例外 好啊 那就看看谁会变成废人 柳千阳抬手凝聚烈羊 背上竟生生长出四道浴火锁链 看了品级赫然是三阶兽兵 李天命冷笑 好 这三阶兽兵就是你的底气了吗 柳千阳 你未免太高看自己了 而柳千阳话不多说 挥动雷火锁出来 李天命浮身一躲 但这只是诱饵 柳千阳得理不劳人 接上一记引雷鞭 在三阶兽兵的强大压制力下 李天命只能看看闪躲 而在李天命和柳千阳对峙时 鸡哥也找上了闪电暴 柳千阳嚣张无比 嘎嘎嘎 小子 你是属老鼠的吗 只会躲 场上接连发生巨大爆炸 围观人亲看了后直摇头 任谁都看得出李天命 已经穷途末路了 可是只有他自己知道 这些都是装出来的窘态 好了 现在就让你们看看 到底谁是猎物 掌心的七天之眼猛然发光 技能迷零之同 你的幻影瞬间盖住柳千阳 让他动弹不得 而与此同时 迷零之同的效果发动 柳千阳也陷入了最想看到的幻境中 在樱花遍布的梦境中 他看到的居然是朝他骚手公司的姐姐柳青 李天命人都麻了 我靠不是吧 这家伙居然敢歪歪自己的姐姐 真是无耻 坚硬如铁的摩天壁砸入面门 抠都抠不出来 那么事实后结束了柳千阳 左臂猛然发力 龙向重拳 一击将那柳千阳砸入地底深处 抠都抠不出来